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现在我来继续帮您介绍 Android的设计招式之美 首先也请您注意一下 留意一下我的部落格 我在部落格上面 随时会提供更新的活动 以及更新的文章和视频 我在这里也弄了一个叫做EIT的创意与应用工作坊 我会不定期的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讲奏、课程等等的以及技术交流 那当然有些是收费的 有些是不收费的 OK?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 变与不变的所谊 所谓所谓的就是说 当我们分离出来 变与不变 不变就是invariant 变就是variant 分离出变与不变之后 那我们要透过我们的技巧 把它分离开来 分别写成这个代码 也就是有些不变的部分 把它写在负类 把它写在负类 而变的部分呢写在类类 然后呢 藉由这个Java或C 加加语言的这一个 类别的继承机制 或者是extend的扩充的机制 来把它组合起来 来把它组合起来 现在就 我们就从简单的Java的换例 程序来说起吧 好,那我们现在 有两个Java的class 一个是AA 一个是VB 好,那这个classAA 在这个地方 classAA 好,那这个是classBB 好,所以我们现在 是针对原代码 来观察它的变与不变 也就是说 这一个AA这个class 是代表某个用户 或者是某个买组 的这一个需求 写成这个代码 那这个是 VB呢,是另外一个用户 或者是买组 它的需求 所以我们从 这两个代码当中 来分辨出来 这个两个用户 它的这个差异性在哪里 它的需求的 这个变化在哪里 也就是说 我们比较两个类 找出它的差异点 就表示它的变化点 好,两个类 它的差异点 就表示呢 这两个 好,表示呢 这两个 这一个用户 它的一种变化点 好,因不同用户而变化 那,当因不同用户而变化 表现在这两个类 那就变成这两个类里头的 差异点了 也就是它的 那,不一样的点 因不同的用户而不一样 就是变化的地方咯 OK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练习这个 变与不变的分离的做法咯 好 所以这里的 我们提到过 变与不变 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 好 跟这个essence本质是无关的 好 只是基于我们的观点而已 基于观点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把AA跟BB 来看它的代码 好 从它代码的 这一个差异化 来观察它的变与不变 所以我们的观点 就是基于这个代码的 的差异 来找出它的变与不变 好 那这个代码的差异在这里 这就是 啊 所以这里是 这里是 这里是 所以 因为它的形态不一样 所以这个x呢 跟这个x虽然名称是一样 但是形态不一样 所以它是 可 是差异化的 所以 因不同的用户 而有变化的 就是 表现在两个类里头 就变成它的 有相异点 有它的相异点 就是它的变化点 它的变化点 它的变化点 所以 String x 跟Intx 这两个是差异的 这两个是有差异点的 好 还有这两个 是有差异点的 是有差异的 OK 这个时候 卡榫函数 就派上用战咯 所以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 找出这个 便利点 就是 这个 变与不变的 两个 集与这个观点 来 找出来 这个变化点 这是 步骤一 好 变化点 找出来的之后 将变的部分 啊 将变的部分 写到这个 啊 卡榫函数 的 这个 类的 卡榫函数的 实现的部分 将变与不变 分离开来 然后 将会变的部分 写在这个 类的 卡榫函数里头 好 那这个 我们的 hook get data 我们设计出一个 这个 函数 好 设计出这个 函数 所以你可以 看得出来 好 设计一个 hook函数 在这里 然后呢 它的 这一个 差异点 把它 包装在这里头 OK 包装在这里头 然后呢 这边就 变成 hook get data 所以这两个 就相同了 就相同了 OK 好 然后呢 这一个 啊 这一个 回传值多的形态 都是string 都是string OK 好 所以 这整个 这个函数呢 里头的 名称是一样的 回传值是一样的 参数是一样的 OK 所以 这两个 啊 这一个函数 跟这个函数 是一样的 所以就可以把它的名字 提升上来 啊 放在这里 冰尺呢 这个部分就相同了 这个部分就相同了 OK 好 所以这里 所以说 把它分离之后 这个template 的print呢 函数 就含有 不变的部分 而这一个 fook get data 的 啊 这一个 真正的impriming的部分 是 含有 会变的 会变的部分 把会变的部分 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呈现出 不变的 这个函数的名称 好 满数的名称 OK 好 把它分离了之后 接下来 就 把不变的部分 写入 抽象类 也就是 搭配 父子之间 的继承关系 将不变的部分 的 这一个函数 写入这个 附类里头 好 并且 而且 在附类里头 定义的 一个抽象的 hook get data 这便就 这个就成为 这个 卡榫函数 咯 因此就 设计出了 卡榫函数了 那 super ab 里头的 这个函数呢 就调用 这个 啊 hook函数 好 然后 藉由这个 计程机制呢 进行这个 反向 IOC 反向 调用 来调用到 子类的 这个 hook get data 函数 因此呢 就把它 组合起来了 那 也实现了 基类 子类 之间的 沟通 合作 那这样子 我们就 把 这一个 super ab vb 啊 就把它 纳进来 成为框架的一部分 ok 然后呢 把 aa vb 等等 这样的 类 类 就纳入 app里头 纳入 app里头 因此呢 就得到 这样的一个 啊 结构咯 啊 这一个 啊 啊 这是硅道 这个是属于 app 啊 1 哦 这个是 app2 ok 好 然后呢 super ab 里头呢 就是 把相同的部分 往上提 然后呢 再定义 一个hook函数 这个就是 hook函数 ok 这里头 没有代码 因为它是抽象的 啊 函数是抽象的 表现成 java的抽象函数 好 然后呢 这里头 差异化的 留在 子类 差异化的 留在子类 包括 这里的 差异化的 还有 这里的 差异化的 好 留在子类 好 然后呢 接着把这个 归到 框架 ok 那就形成了 这一个 框架里头的 抽象类 叫super ab 抽象类里头呢 有一个hook函数 好 因此呢 就把 变跟不变 就分离开来咯 好 把不变的部分 放在 这个 框架里头 因此呢 这个 负质类别的 沟通 就是 相当于 框架 和 APP之间的 沟通了 那这个 fook get data 就扮演了 框架与 应用此 程序之间的 卡榫的 角色 于是呢 可撰写了 程序 来实现上 图了 所以我们就来 写个 加把的程序 看看 怎么来实现 咯 所以 我们就定义一个 叫做抽象的类 叫Super AB 因为 有个抽象的函数 那 这一个class呢 就变成抽象的 类咯 因为这个 有了抽象的函数 表示这个函数呢 是不完整的 所以 他不能拿它来 创建这个对象 所以 它也变成抽象的 ok 然后 接下来 有了这一个 Super AB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 写这个 subclass 这个AA 所以AA extend 这就是 加把里头表现 这一个扩充 或者是继承的 关系 就把这一个 差异点 写在类 差异点 写在类 然后 把这一个 啊 这一个 hook函数呢 在这里 啊 实现的代码写在这里 fook函数 名称是一样的 但是 代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是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 一个代码的部分 就差一点在这里 差一点在这里 都留在类 ok 之后呢 啊 我们就把它分离了 啊 就是AA Super AA 啊 就是 归到 框架的部分 就是 不变的部分 这个部分 就是 会变的部分 会变的部分 留在类 留在类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啊 就把这个不变的部分 放在 Super AB 积累了哦 然后呢 把这个积累 放到 框架里头去 啊 那 这个时候呢 这个 A temperate print 就调用了 啊 这一个 啊 A 是调用了 这一个 鸡类啊 的 temper print 啊 这个是调用了 这一个 temper print 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来调用 hook get data 调用它 然后 它 就调用到 类的 这个 led data ok 是这样子的 虽然 这个 对象是 A 是来自 AA 但是 这一个temperate print 呢 是定义在 鸡类里头 所以它 调用了 这个鸡类的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再调用 抽象函数 抽象函数 再调用 子类的 这个函数 是这样来 调用的 ok 那 这个Atemperate print 呢 调用的 框架里头的 penperate print 里头的指令呢 就是 这个 调用的 hook get data get data 就调用的 这个框架里头的 这个hook 函数 那因为 这个hook函数 在 框架里头 是属于抽象的函数 因此呢 它就会 反向的 反向的 反向的调用到 AP的AA 指令 里头的 真正hook 函数 里头的代码 ok 就调用到 从G类 调用到指令咯 ok 那这就是 整个 我们的 这个过程 啊 所以这个部分 我就 啊 举这个例子 说明了 怎么样把 这一个 观察 两个 类 AA BB 然后 我们 基于 它的相异点 来看出来 这一个 啊 它的 变的部分 然后 再把 共同点 把它抽到 这个 G类 再把G类 放到框架 那这样就 形成了 那 中间 你可以看到 复个函数 它伴连的就是 把 这一个G类 跟G类 把它 连结起来 把框架 跟AP 把它 衔接起来 ok 那这就是 我们 应用 这一个 简单的 加法 来帮你 说明 这一个 如何处理 如何观察 变更不变 如何处理 变更不变 好 谢谢 感谢 好 好 谢谢 好 感谢观看